北京人突破封鎖 大規模悼念李克強 近日廣東中山大學 負數醫院爆出 幾名學生同時患癌症的事件 就在該事件持續發酵之際 11月8日中山醫院突然將攝氏實驗室拆除 網友認為醫院企圖毀私滅跡 7日海內外社交媒體瘋傳 幾張聊天記錄截圖 顯示中山醫院 如是外科蘇士成導師的課題組 有6名學生集體幻想罕見癌症 有一個仍是疑腺癌肝轉移 其中3名博士生 1名博士後 達不到30歲 有網友爆料 中山大學女博士後王敏 9月尾腹痛男人 去中山醫院檢查 醫生說她有疑腺炎 11月等她拿到病理報告 才發現自己患的是疑腺癌 而且已經轉移到肝臟 聲明只剩下幾個月 王敏在工作團隊的微信群說了這件事後 第二天就被她的導師蘇士成 踢出了所有微信群 王敏的妹說 當姐姐在拿到病理報告之後 僅在群組裡說了一下自己得病的情況 都沒有問責導師就被踢出群組 我們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她這樣做 王敏被踢出去之後 一路之下就把相關的微信截圖 發了在微博上 然後她寫了一句話 《魔鬼在人間》 從而引發大量網友關注 分析人士認為 從蘇士成的反應可以看出 在她的團隊裡面 王敏應該不是第一個得癌的 她早就心中有數 所以一看到王敏說有癌症 就好像條件反射一樣 馬上把她踢出微信群 因為她怕王敏繼續在群裡面說相關話題 有網友說 這個博士導師果然聰明 細心想想說不定整個實驗過程 她早就知道有防護漏洞 但是就眼白白看著自己的學生 一個接一個倒下 真是可怕 7日蘇士成正常坐診 她本人以三個完全是造謠進行了回覆 還說醫院稍後會有公告 8日凌晨 中山醫院發布官方通告 說近年確有三名曾經或者 正在該雨線腫樓中心實驗室學習 工作過的人員裡面 有三個人先後被確診癌症 除了王敏之外 還有劉某和一位不具性命的博士生 官方所說的近年來 其實就是今年 致情人士透露有六個人先後患癌症 為什麼 官方說只有三個人 因為有三個人的病理報告被中山醫院禁住 官方找到一個藉口說 還沒有確診 既然沒有確診 當然就不能說他們患了癌症 通告強調說 他們都是在臨床工作的員工 實驗室裡面在讀的學生沒有患癌症的 分析人士認為 官方的這種說法 是想切割實驗室的責任 因為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而臨床工作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環境 若果他們在臨床工作環境中得癌症 那就不可以說 和實驗室有什麼關係 公告沒有說到的是 這三個人查出的癌症 都是非常罕見的惡性腫瘤 王敏得的是一種叫疑腺 SMAC-B1-NI1缺失型未分化癌 這種癌在疑腺癌中只是佔了百分之二 大多數都是70歲以上的老人家 才會有這種癌症 劉某得的是滑膜肉瘤 也是一種罕見的惡性程度高的腫瘤 而通告裡面第三位得癌的是外地博士生 是男是女都沒有公佈 有很多網友猜測這個人應該是男士 因為男士得御腺癌的非常少 若是女生就很常見 通告中就不用特地隱瞞 同一個導師之下那麼多博士生同時患癌 嚴內人士分析有三種情況會引發集體患癌的可能 一、病理實驗室最常用的試劑是耳甲本 它是致癌物質極易揮發 若實驗室管理不到位 長期在實驗室工作的人員很容易積累中毒 二、某種劇道生化試劑發生洩漏或誤用 三、某種基因抑制劑發生洩漏 污染了整個實驗室的環境 進入了人體誘發出癌症 而且這種癌症的惡性非常高 出現這種情況 用正常人的思維 大家可能都會想到應該要好好查一下 這個實驗室的工作環境是哪種實驗試劑出了問題 但是中山醫院的操作令人怕到跌了下巴 8日他們緊急拆除了這個已經使用了14年的實驗室 遠方解釋說這個是早就已經安排好的消防檢查 剛好安排在這一天 大家不要胡思亂想 醫院的這個操作 簡直就和武漢當局對南華海鮮市場的做法如出一切 在疫情大爆發之後 中共當局在第一時間 就對整個海鮮市場 展開全面消殺行動 就是要將所有的證據全部都消滅了 而蘇時成就如同是南版的石正麗 事出反常必有妖 分析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共軍方生化武器研究的一部分 那麼中山醫院的雨線腫瘤實驗室 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超限戰的一部分 超限戰的概念是中共提出的 是指武裝力量達不到 直接贏得戰爭的情況下 可以使用一切其他手段來達到目的 對這個概念最初做出解釋的是 中共前國防部長慈浩田 他說對美國不使用核戰爭 因為會讓雙方造成重大傷亡 但是可以使用生化武器和其他一切武器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 中共一直在此做 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山醫院 雨線腫瘤實驗室 背後都有中共的鬼影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一旦台海開戰 北京會不會在美國散播某種病毒 搞亂美國社會 這樣非常符合中共超限戰的邏輯 只不過這種病毒 或者說生化武器 無意中被過早洩露了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天意? 在中國還有多少這種實驗室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這次事件 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和追蹤 中共國防部長人選還未出爐 火箭軍等被查將領仍然下落不明 日前傳出消息 中共空軍前司令丁萊航正在接受調查 港媒《明報》報導 除了之前傳言受調查的將領之外 軍隊大清洗的風暴已經波及到中共空軍 丁萊航涉及北京西郊機場的工程腐敗案 西郊機場是軍用機場 位於北京海電區 是專攻中共領導人和黨政軍要員 往來北京使用的 還有消息說 火箭軍前任司令周雅寧上帳役出時 這些消息應該不是空月來風 在上個月舉行的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 丁萊航和周雅寧確實沒有出席 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常福 由10月24日被撤職之後 習近平一直沒有任命新的國防部長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計劃參加 11月16日在印尼亞加達舉行的 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 他提議下個星期要和中共國防部長會面 最近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頻頻現身 代理防長的職務 外界認為張又俠已經七十幾歲 所以他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共新防長陷入了難產 是因為習近平不能擺平軍內的反彈 還有習近平已經無人可用 台灣國防院副研究員舒孝王表示 習近平對火箭軍的大清洗 可能會造成火箭軍內部反彈 有些人可能對習近平的處置方式不滿 導致他擺不平 所以新的軍頭就出現難產 澳洲聖尼科技大學 副教授馮崇義表示 習近平整個人已經亂了 已經武裝法 有能力的軍官他不信任 他信任的人又沒什麼能力 所以他現在是無人可用 另外 全然被調查的軍中將領 張鎮宗、李玉超、巨乾生等人 中共官方沒有通報 但也沒有撤銷他們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分析認為習近平對軍中反復特殊處理 幹脆等五年後換屆時 被他們自然消失 李克強撤死後 中共審查封殺網友評論 並嚴控悼念活動 中共官方唯一准許悼念的場所 就是李克強在安徽、合肥的故居 因此大量民眾前往獻花 但哀悼的花海 也會在當日夜晚被清空 而北京是中共的帝都 控制是最嚴的 在舉行李克強告別式那天 北京幾乎處於半戒嚴狀態 當局為了防止再度發生六四事件 街上到處都是便衣、武警 大家還以為北京人 沒辦法突破封控 舉行悼念活動 但8日在網上流傳一段影片顯示 北京六環外的首鋼大橋上 堆滿了鮮花 原路是悼念李克強的民眾 鐵文解釋說 影片顯示的是 由門頭溝至石井山的花河橋 不是新修建的首鋼大橋 離八寶山還很遠 有網友留言說 人心是擋不到的 這個影片看起來令人驚訝 也振奮人心 看得出北京人非常有智慧 在中共控制薄弱的非鬧市區 當共母安排警察 或者看守橋的保安 民眾獻花表達悼念之情 分析表示 民眾其實不是有多懷念李克強 但多數是借獻花之機 表達對社會不滿 呂澳法學家袁洪斌表示 習近平上台十年 如今中國經濟出現 斷崖式下滑 失業問題已經不是暗流湧動 而且湧現了從未有過的失業大潮 現在是民怨沸騰 官怨沸騰 在這種情況下 人只能借助李克強之死 發誓對習近平的不滿 人在這裡面懷李克強的什麼呢? 評論人士循時讚文表示 李克強個人成長經歷 曾經在中國社會 成功打開了一部 實現理想主義、夢想的大門 使中國人看到一絲希望 李克強由安徽定遠這個偏遠的小地方 李宇若龍門 憑藉自身的聰明和努力 考入北大 身身學子 夾雜著 舍許相隱為國 報效社會的家國情懷 這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按照中共的說法 這是聰明的小孩 遇對了黨的好政策 他曾經是中共體制內 技術官僚和改革派的標竿人物 體制內外都有很大一部分人 曾經將未來與希望 寄託在這些改革派那裡 李克強突然離奇心臟病身亡 宣告這一切結束了 李克強去世 多少民眾留下了傷心的眼淚 那些淚水既是為李克強而留 也是為自己而留 大家在這個體制中 都看不到出路 政治學者黃軍濤表示 一定要退出共產黨 在共產黨之外 令謀中國的出路 中國才有希望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你記得點讚 訂閱 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 消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